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37周 即从9月12日到9月16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第36周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72.67 收盘价是299.68 在周中它的最高价是在299.85 最低价是在265.74 在周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34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是占上了各条均线值 量 4亿股是前一周成交量的0.85倍 量缩 KD值 快线又上穿了慢线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的反转 MACD开口不变 双线上行 那我们会看到快线上穿了0轴 并且在0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周更长的绿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 好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第36周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绿K线 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大于4.5% 含有下影线 但是下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 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反弹中 那这样的一个K线啊 它是一个止跌反弹的信号K线 那要注意上方的压力位是否能突破 如果上方的压力位不能突破呢 那很可能后续股价会继续掉头向下 出现下行的走势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掉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周预测视频 我们对第36周的预测 那第一个可能呢是会出现横盘 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止跌横盘 收盘在272 另外一个横盘的方案是高位横盘 收盘在281 那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 收盘价在248 那实际在第36周 收盘价是在299.68 股价呢出现了反转向上 也就是反弹 那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是超过了前高 并且站上了各条均线值 也突破了三号趋势线 那这一系列的技术指标都说明在第36周 这是一个强势的反弹 那唯一的不足就是当周的成交量 呈现的是较前一周是量缩 那说明目前这个股价的涨势啊 它仅仅是一个反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 也就是反弹 嗯 那我们先调整一下水平线 我们去除这个原来确定的这个横盘区域的上限 嗯 然后呢 我们要调整一下三号趋势线的角度 因为目前的股价已经站上了现在这个三号趋势线 那么我们呢将把第二个高点选择在8月15日当周的这个高点 好 我们来调整一下 调整到这个高点 好 这是新的三号趋势线的一个角度 嗯 那我们会看到对于第三十七周 股价如果是反弹继续向上 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三号趋势线 嗯 那当周的这个三号趋势线和当周的K线焦点啊 是在299.6附近 也就是前一周的收盘价 这样一来我们会呃看到在第三十七周的开盘价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一个高开盘 那么会站上三号趋势线 那这个三号趋势线呢将会成为一个支撑 那如果 在第三十七周是一个低开盘 那三号趋势线呢 那呃 则会成为一个压力 对 好 那我们说反弹如果说是高开盘就站上了三号趋势线 那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314.6 314.6就是8月15日当周的最高 那如果 如果后续股价站上了314.6呢 将建立多头的趋势 我们会看到这里这已经有了一个底 底高 然后如果站上314.6呢 就会出现头 头高 会建立一个多头的趋势 嗯 那如果建立多头的趋势 上方的目标一定是要突破 呃 这个一号趋势线 对 一号趋势线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 和我们会看到是在2022年1月3日当周的这个高点 这两个高点形成的趋势 对 好 当然 日后股价如果形成多头趋势 目标是一号趋势线 在这当中还有一个阻力位 就是在336 是在第17周的这个最高 嗯 好 这是股价的反弹 我们来 再来调整一下水平线的颜色 把它变成是一个观察线了 好 好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 那我们刚刚说了 如果在第37周 是一个低开盘 那三号趋势线将会成为一个压力 如果在周中呢 又不能突破 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 那出现下行 它的目标一定是 十日均线值 对 是十均值 对 十均值我们测算是在284到287之间 这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第一个目标 那接下来的一个目标 那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二十均值和前低 二十均值呢是在263到265之间 嗯 那如果后续股价在跌破二十均值和前低 那股价将继续下行的一个走势 当然下方我们会看到就是下方的这个二号趋势线 好 那我们调整一下现有的水平线 我们把这条水平线现在上移到284 也就是十均值在当周的下限 然后我们再把这条水平线提升到265 好的 作为下方的 嗯 265是下方的一个强支撑 嗯 好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在第37周 我们要关注开盘是否能站上三号趋势线 那站上三号趋势线 上方如果再站上314.6 那会建立一个多头的上涨趋势 那开盘如果没有站上三号趋势线 并且在盘中又没有突破 股价会出现下行 那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会跌破284 那如果跌破284呢 股价将会 对向下测试20均值和前低 也就是265 嗯 当然我们说如果跌破它股价会出现下行 好 那如果说股价既不向上突破314.6 也没有跌破284 我们认为在第37周 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7周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 我们说是 我们把三号趋势线加上就是299.6 嗯 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314.6 是第33周的最高 然后再向上就是336 是第17周的最高 嗯 当然再向上的压力就是一号趋势线和当周的 嗯 K线的焦点是在356 嗯 好 那下方的支撑 我们说299.6 也将是一个支撑 就是当日K线 当周K线和三号趋势线的焦点 那第二个支撑是 我们说是一个支撑区间 因为当周新生成的五均值是在289到295之间 然后还有当周新生成的十均值是在284到287之间 所以呢我们把下方的这个五均值和十均值合并 第二个支撑区间是在284到295之间 在这个区域 那第三个支撑 就是下方的265 对 好 那然后接下来的支撑呢 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个支撑是在第三十周的最低 也就是256 在这个位置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 我们给出第三十七周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反弹 甚至叫上涨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可能 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95 然后最高会到达325 收盘会收在323附近 好 这是第一个可能 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并且在周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95的 那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 如果出现横盘 它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84 最高会到达308 收盘会收盘在295附近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第37周走势的分析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